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讲 如何画一个icon 前面几节课我们都想到 怎么把这个icon 把它画好 然后就跳过去了 都跟大家讲 后面我们会仔细的讲一下 怎么画一个icon 这节课我们 先画两个就行 一个简单一点 一个稍微复杂一些 用两种方法来做 一个是 用多图层的 一个是用单图层的 那很显然我们今天用的工具 还是ps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icon是直接用AI去画的 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的 但是今天我们先讲一下 怎么样画一个矢量的icon 用ps画一个矢量的icon 好那现在我们切换到ps的界面里面去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采用的这个界面 是城市选择的这个界面 因为它这里面有两个图标嘛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典型性的 一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打叉的图标 一个相对复杂一点的一个刷新的一个图标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简单一点的这个图标 打叉 那首先拿到这个图标呢 我们要先 知道它是一个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你心里要心里有数 虽然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图标 但是你怎么样去把它解析从各个图 用每个图形去组合起来 这很关键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标的话 很显然就是一个用 一个用圆圈 一个细的线 还有两根木棍 就是一个有圆角的那个矩形 比较比较窄的那种矩形组合起来的 那就是三个元素了 一个圆圈嘛 对不对 一个 那个 两个矩形嘛 对不对 那我们先讲的是用多图标的形式去做 多图标的话是怎么弄呢 相对来多图层说错了 多图层是怎么弄呢 那我们先用 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但是这个有一个缺陷 如果是要拽到其他地方去用的话 倒没那么方便 好 那今天我们就先在这个位置 直接去画了 简单 好 先 画一个 Shift按一下 画一个圆圈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圆圈的这个描边 我把它设为 一个点 那是白色的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它的填充 我把它设为 空 外貌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呢 里面呢 还要两个 那个 椭圆形 就是圆角的一个矩形 这个 它的圆角 给它设大一下 让它直接呢 就是转角了 不是有矩形的形状出来了 好 拉下来 对不对 我们都往这里来拉 那这里的话 这个就 要有颜色了 弄错了 我们返回一下 这个应该是要在另外一个图层里面画 我们是多图层来画的 好 那 画一个 这个 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 填充我们就要把它加上了 然后这个就不需要填充 不需要 那边了 好 拽过来 这个跟它比是稍微粗了一点 那我们今天 我们的整个产品呢 它的 它的那个 图标的那个个性嘛 都是属于说 外面的圈细一点 外面的线细一点 里面的线稍微粗一点 所以呢 我们这个是要稍微粗一些的 但是也不至于想到 这么粗 所以 这个可能还得再调整一下 重新来过 大概是三个像素应该足够了 画一个 三像素左右的 0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了 转角应该是像这种是45度的 45度 是吧 那这个基本上就成功了 那另外一个的话 Alt按一下 考一个图层 好 Ctrl T 随便翻转一下 好 再把这两个图层 选起来 我刚才是按了Alt跟Shift 然后直接选两个图层 也可以是这么点 Alt按一下 Ctrl按一下 选起来 G中 G中 好 然后呢 再把它选到这个位置 好 然后呢 Ctrl G 组合起来 然后 整个图层呢 再相对于 这个图 这个图层 那么G中 G中 那现在是我们已经 G中好了 所以呢 这个图标就已经出来了 这种呢是分图层的 最后把它组合起来 它就是一个图层 一个打叉的图层 是吧 一个打叉的图标 好 保存一下 这种呢是相对来说 比较 比较简单的一种做法 但是这种的话 你如果是整个图层 要去改它的颜色的话 那非得呢 要不呢就把它 那个 把这种 实量 做成一个图层 然后呢 等你下次要编辑 编辑这个图层的话 要编辑这个图标的话 你得双击进去 到 到那个 这个地方来改 是不是 到它缓存文件里面来改 这种方法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们整个这个图标 就是用一个图形工具 你得把它组合起来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那有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得知道 应该要外面这个圈先画 画完了之后再往里面画 这样的话 才能够在 同一个图形里面去做 那接下来我们就 先 直接来说一下 我们把这个放到旁边去 同样 继续 画一个 那个 圆圈 是吧 但是这个圆圈的话就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描边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同样 我们把它画在同一个 图形里面去 同一个图形的话 它的 你如果是设它有描边 或者是设它 没描边 那它就整个这个 都是有描边或没描边了 那就错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了 是 一个 不是描边的一个图形 而是 有真实填充的一个图形 好那我们应该先把这个虚线给它做出来 是吧 聚中 它会抖一下 是吧 聚中 好 然后呢 我们 把这个 那个 圆形啊 把它镂空 然后呢 剩最外面的一个环出来 那等于就得出了 这个细线了 是这样的一种做法的 好 那我们先把它的颜色改一下 到选择工具里面来 然后呢 白色的 这个表面是零 没错 好 然后呢 这个刚才选错了 再选择图形工具 然后呢 把你的 那个 鼠标放在这个圆点 刚才我们做的辅助线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把圆点给它找出来 然后按住shift 是吧 说错了 按住elt 然后呢 再按住 shift 拉 好 放 哎呦 错了 应该是按住elt 然后呢 先拉 然后再按住shift 它就 那个 用圆形的去 变大 放 是吧 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好像呢 圆圈稍微 稍微大了一点 那我们就应该要 再选择这工具 或者是按A 用筷子按A 然后呢 点住这个 里面这个框 Ctrl T 选择一下 按住elt 按住shift 那这个目的是 它在放大的时候 是根据 根据这个圆点 而 等比的放大了 所以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再构成一个圈 是吧 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是吧 那就是一个圈了 那我现在 选这个圈 再按住shift 再选这个圈 这两个圈的话 它就一起选择了 然后呢 再用这边 垂直对齐 水平对齐 好 那整个这个圈就出来了 是吧 一个细节的圈就出来了 好 那这个 外面这个圈画好了呢 下面就画这两个打叉了 这两个打叉 一样的道理 嗯 还是 同样要选择这个 圆角的举行工具 好我们先画一个竖的 拉下来 三个像素 这个是不 这个就统一 变成不同层了 我们刚才是错了 那应该用 按住 shift 按住shift 按住shift 它是增加 就像 同样 我们就像把这个 把把这个 选项呢 改到这个地方 来一样 直接拉下来 四个像素 是吧 大了 我们先用三个像素 来做 好 好 那中间这个打叉了 就出来了 另外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边呢 我们如果是说 选择到这个选择工具的话 按住shift 按住alt 一拉的话 它就会复制一个图层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是按 是点住这个 那个 选择工具 然后呢 直接选择了一些 那个锚点就好了 然后同样按住 alt 拉出来 是不是 啊 它就一个 一个一个那个了 多了一个路径了 多了一个图形了 这两个就是可以组合起来吧 我可能就提 变化一下 45度 是不是 确认一下 这边也一样 按住control 点一下 选择一下 这边应该是往那边 45度 刚才你先把它装滑 装滑了之后再复制一个 一个图形出来也是一样的 45 复的 然后呢 回车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两个图形一起选择起来 对不对 就按住shift 点击两个地方 好 然后呢 再点 刚才这个位置 水平 居中一下 好 我再垂直 居中一下 那这完整的一个图形就出来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图形 也出来了 它跟它其实也在同一个 图形里面 对不对 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两个也再选择一下 按住shift 按住shift 那就相对于 这两个 它们也要 居中了 好 那我们就 水平居中一下 好 垂直 再居中一下 OK啦 那这个 就是在一个 图形里面的一个 icon 图标的一个画法 那后面如果说 这个图要大一点 或小一点 你直接在这边调整 就可以了 还有说你这个圈呢 如果是小一点 是不是应该大一点 那你呢 一样呢 按选择框 局部选择框 然后呢 去调整它 大小 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用设数字 去调整它 是不是 那这个呢就是 一个icon的两种的一种画法 那显然呢 用第一种方法肯定会快一些的 直接点进去 那第二种方法就相对会复杂一点 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 它一点这个 你这一个一个单独的图形 随便的可以改颜色 对不对 刚才那种方法 它也是可以改 改颜色的 就是我只要 选择它 然后呢 用颜色叠加它涂层的颜色 也可以随便去改颜色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改掉了 所以这两种方法是可以 但是这种是最比较快的 这种呢 想象中的慢一点 它有它的好处 它有它的好用的地方 以后作为素材的话 就可以随便 拿出来给大家用了 好那关于一个icon的一个 两种画法 两种不同的方法的画法 我就先讲到这边了 那今天讲的这个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的 下节课我们会再讲一个 稍微 难一点的一个画法 就是下面那个刷新的那个图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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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